一對一 一對一他們是體外受精 他們只是用暴接的方式去刺激 然後讓他排檔排進去 然後他會在外面受精 因為他會是一個軟袍 這個軟袍就是 就類似一個保護膜 就像我們的子宮啊 或者是我們的一個軟膜 他會在裡面精神 然後只在裡面活動 他就在那邊 然後他就在軟袍裡面兵化 比如說他受精成功 他這個就是受精軟 他就會孵化成蝌蚪 那其他的沒有受精的軟 就變成他們的營養分 所以他會在這個軟袍裡面 到達一個程度的時候 比如說大概四周 我觀察的結果 他是四周之後 他的蝌蚪已經成熟了 已經身體變黑了 原來他出來是透明 就像我們那個布拉蜜 透明透明的 白白透明透明的 那是才剛孵出來 那個還沒有辦法到自然界的 那個水池裡面生死 他這樣會死掉 所以他就會在這顆軟袍裡面 大概待了四周左右 四個禮拜左右 當他的體色變黑了 大概像頭髮這個顏色 他身體就會釋放出一種酵素 會去把這顆軟袍融解成液狀 然後他就順著雨水 所以為什麼他對濕度那麼敏感 因為他是靠雨水 來讓他的生命的一個 延續 對他有加分的效果 所以就 等他這個酵素化之後 他就變成液態化 液態化 如果說他夠溪 他就自己會滴到那個水盆裡面 他就可以繼續成長 如果有下雨就更好 因為這個時候如果雨水來 他的那個就會更好 所以當這一隻母蛙 因為母蛙少公蛙多 所以公蛙他在唱歌的時候 有一隻母蛙就開始在那裡聽聽聽 那隻是我喜歡的 結果他就爬過去 因為他會挑基因好的 因為他軟 只能大概多久一次我不知道 但是比如說我一次排出軟 我就是希望說我的孩子是可以健康的 所以他就會去找基因 他們有幼生學 他就會去找基因好的 去跟他配對 結果他靠過去的時候 那個公蛙他就很開心 你怎麼喜歡我 結果他就發出得意的笑聲 他就這樣 真的是這個笑聲我學的不像 真的是得意的笑聲 所以你去聽都有聽到 我也聽到 而且那天我有錄到 很可惜是後來我那台錄影機被借走 被A走 我的錄影帶就也不見了 就很可惜 所以那天我剛好帶錄影機所有錄打 但我很開心 我就 我來這裡這麼多年 第一次看到就趕快衝回家 去給我女兒講 我說 媽剛剛聽到青蛙在叫 我說得意的笑 媽妳不要騙我 妳在講棒卡是不是 我說不是是真的 我沒有騙妳 我就把剛剛錄打的秀給她看 結果那天我們兩個母女 笑到我這個女兒今天回來 笑到整夜都沒睡 好好玩 好好玩 一直看一直看 因為太好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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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